天暖了 花开了 明星们也开始换上新款春装 争其斗艳了 不过呀 最近明星们的私服撞车事件也是real里有点多 张天爱和蒋新风衣撞了 唐嫣和景田的外套撞了 因为一双鞋子 赵又婷 易杨千玺 陆寒 杨幂 关小彤 还上演了连环撞撞撞 看到这里 挂友们要问了 尊的是爱豆们的眼光都如此一致吗 为啥那些个性风格大不同的明星们也会不时撞私服 真正的原因可能要问明星们背后的造型师了 要知道 明星们日常工作繁忙 时间有限 再加上街拍机场秀 也已经成了明星们时尚斗法的重要领域 所谓的明星私服也常常是由造型师来打理 说来 明星的私服水平受造型师影响有多大 奶们可能想不到 比如 宋倩的私服一直钟爱阔形外套 过膝长靴 而如此沉迷上宽下窄风格的切妞背后 是90后新锐造型师Fail小白 她本人的日常look和宋倩几乎如出一辙 不信 你看 你看 你再看 和宋倩撞了好几次腰的袁珊珊 也是小白的明星客户 所以说啊 两位女神撞的不是珊 而是造型师呢 还有最近和小白同学合作起来的大甜甜 以前私服风格和她的名字一样甜 现在突然走起了酷帅路线 你就说 这是不是小白同学的手笔呢 再来看今年也刮起潮库风的范冰冰 她在去年可是十足的公主风 翻翻看她去年的私服 从卡通人物到各种粉嫩花朵 哎嘛 原来去年 范冰冰和妖孽设计师敏塔莎合作密切 这位造型师简直是把自己的style 直接copy到范冰身上吧 而今年售下来的范冰冰 选择了另一家名叫AKA的造型工作室 迅速换下七彩造型 最近的造型都是休闲加酷帅 不过也有人吐槽 这风格其实并不鲜明 之前的粉嫩造型更符合少女心满满的范冰呢 好不好看 交给大家来评判吧 再来说带货女王大秘密 她的造型师一直是以日系随意风格建成的 书饭朝男江晨浩 在她的助力下 杨密的私服造型也大多是简约休闲风格 即使最单调的白体球鞋 也能被他们穿得摩登又有格调 江晨浩的明星客户还有周笔畅 和江晨浩合作之后 她也和大秘密一样爱上了穿黑衣 同样记住造型师上演fashion大逆袭的 还有周冬宇 从人人吐槽的时尚黑洞 到被国际大牌邀约前排看秀 卢西亚刘就是她背后的大功臣 她不爱爆款 专注为客户扬长臂短 更厉害的是 卢西亚刘还能把她强烈的个人色彩 融入到明星的气质当中 进行不同的风格演绎 除了周冬宇之外 卢西亚刘还是国民老公斗镜彤的造型师 还记得周冬宇和窦镜彤同游泰国后反京时的机场照吗 一个清纯 一个帅气 一个复古 一个文艺 然而 一品密之和谐出众 难怪CP粉高呼配衣脸 据说 赵丽颖也投靠了河北老乡周冬宇的造型团队 只是 目前卢西亚刘只负责小谷的礼服造型 有粉丝正在贵求引后大大 再次把卢西亚刘借给小谷一用 拯救她放飞自我的私服 有人能把土妞变成时尚传奇 也有人能让原本一品平淡无奇的明星成为街拍打人 看了今天的科普 小伙伴们应该明白 明星们层出不穷的私服撞衫 并不是同一个娱乐圈 同一种眼光 而是有可能用了同一位造型师 明星们的私服风格突然转变 恐怕也不是他们升级了穿衣理念 很可能是最近换了造型师 由此看来 这些艺人背后的时尚推手 才是贵圈的时尚引领者呢 奶们还不赶快跟着idol一起学起来 既然他有媒体报道 森林因为演出后宫正伙传 明月传等戏 红透两三地 最近有名叫丽琳的粉丝 脑死昏迷36小时 没想到森林得知 本人进入音 生生患赶紧醒过来 并答应爱画图的他 等他醒来 我就坐在你面前让你画 没想到他今晚紧流泪 也醒过来了 3月13日晚 宋德纳在微博 下注有儿子巴图 玩青青的照片 并教有儿子说 出宫不要迟到 不要有那么多毛病 据报道 刚过34岁生日的修杰凯 日前受张小燕的邀请 其好有小鬼黄红声 急困难 让小燕有约 大方聊到自己和贾建文 相恋的戏机 他说 一开始和小鬼困难 今日是小舅子魏斯里 对贾建文的印象 就是飞龙在天 直到有次聚会 他趁微军之际 不小心伸手 触摸贾建文的额头 惊惊对方早点休息 双方好感一触即发 大S近日在脸书上 为公益发声 会大家支持 终止儿童受报 却变网友很酸 脸将像塑料人 他12日发文反击 要网友停止网络语言霸脸 并回呛 下次你会收到法律制裁 据报道 台湾女星裸配影出道多年 除了只话只说的 呛辣个性始终如意 身材也一直保养得宜 是演艺圈著名的美魔女 而今日 他在个人脸书 晒出多张比基尼蜡罩 表示自己 没想到竟然吃胖了 不过在他晒出的照片中 多张比基尼 丝毫看不出变胖的迹象 背景上围依然丰满 腰身和长腿也一览无遗 甚至还有微微负极 让网友直呼 姐姐你想逼死谁 胡润研究院发布的 2017 胡润全球白手起家女富华榜显示 被誉为北京地产女王的 凤华国际集团董事长程丽华 以505亿元财富 为定全球白手起家女首富